再来看到是发烧话题 穷瑶电视剧婉君 女主角余晓凡夹在三兄弟之间的情感纠葛 相信许多电视机前的观众印象都很深刻 而婉君也成为了妄君的代名词 甚至在现实中的余晓凡呢 后来因为另外一出的穷瑶剧望夫牙 结果跟男主角翁家明相恋结婚 育有一儿一女 原本是幸福的婚姻 却是在2009年 翁家明被周刊拍到疑似劈腿良女 面临破碎的边缘 没想到在五年之后 余晓凡他用以上的诈骗集团 被骗走了四千多万元的积蓄 成了最酷勤的婉君 一个女孩名叫婉君 她的故事男人追寻 不要再说 美晓 美晓的不要再逼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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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题曲一来 五六年级生几乎都会唱着 熟悉的旋律婉君 几乎等于是余晓凡的代名词 而对于七八年级生来说 余晓凡演出的皇太后 印象深刻 参见皇太后 名声 谢皇太后 母后 母后要想见谁 去把她招的长庆殿便可 何须一嫁到此 不过很少人知道 吕小凡第一次演出并非免续剧 是一部电影叫做新丁点烟盘 而且是当女主角 那时她才22岁 新丁点烟盘有点像是 《红灯户》里面的这样子 寄你的故事 只是说这戏里面有一些 床戏的部分 那余晓凡那时候就想 可能新人 然后又好不容易有女主角 电影女主角的这个机会 所以在里面有比较性感激情的演出 这演的是那种属于特种行业 那其实对于一个新人来讲 就演这样的角色 其实是蛮挑战的 性感演出仅此一步 四年后 余晓凡被琼瑶向重 演出八岁 就嫁入大户人家周佳 为大少爷冲喜的同样喜 但是却和二少爷相爱 我告诉你 不要回婚 不要 不要 你不要再重 我爱的是你 周佳三兄弟都爱上了婉君 上演四小恋的虐心剧情 你们俩人 不要去不去 老余是你们大少爷 你们怎么可以 还这么弄成这样的 余晓凡成为纪玲青霞 刘雪华之后 第三代琼瑶玉女掌门人 如果我曾经做什么 也只能算是其中推破助澜的小水花 好伟大的小水花 好可爱小水花 如花似玉的女主角 这么英俊的男主角 被放在那个地方 其实内心都是非常寂寞的 所以那时候就很传出讲说 好像把琴涛也在追于小班 林瑞扬怎么也听说在追于小班 我躲你 我逃避你是因为我怕你 我怕你是因为我爱你 就翁家明也在追于小班 那到底是谁啊 我愿意从现在起 从头开始 全心全意的来追你 好 然后这样的密集的 肢体的接触 他们可能有吻戏啊 有暴戏啊 我怕人数让你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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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那时候冬天很冷啊 他会帮我打热水来让我洗脸啊 也会帮我打早餐啊之类的 然后或者是天气很冷啊 就是那个外套啊什么 他都会帮我准备啊 在戏里面主持 刚开始教我 刚看队眼 刚看队眼 他在追求我的时候 所以他就用了很多招数 那个是很自然的啊 萧莉 我纯粹是觉得 真的啊 我今天笑三四十个没有很自然 没办法 前进就一手工夫了 贴心暖男导动玉女芳心 琼瑶连续去望夫妍 为两人定情 那时候制作人 琼瑶姐那时候有说 你们两个人不能 不能太这样子公开 不要太这个螢幕张胆 不要太夸张 结果她还是溜进房间来 我忘记了 所以她溜进去的时候 你没有开门 或是不见得去吗 不是 不是嘛 主持人问你 就忘记了 她刚才问多了你 还是说你按了一下 她就立刻开门 散佛下来 爱什么 爱什么零 拍戏的时候就这样还玩到 你 你来 连零都不用玩 不爱什么零 搞不好就 没有啦 我只是说 还好我真的嫁给你 要不然我不可能嫁给别人了 爱情长跑十年后 传出于小凡怀孕的消息 我们后来知道之后 吓一跳 打电话大嫂 七八点最后打电话给她 她还在睡觉 然后就 就知道事情曝光了 这样就要承认 然后后来就结婚 还在睡觉 我真的要不想打电话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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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候在台北有些人 在这一天课的时候 我还曾经道场 因为那时候大家都是手很好 我请了很多人 然后大家都非常地祝福 今天的确看小班这样子 真的是我觉得她今天是 我這十幾年來看她最美的一天 最美的一天 是我十幾年看 你今天最帥 甜蜜蜜見下旁人 四年後 余小凡又接了一位女娃 擁有自己的女 成為一個好字 她為了孩子 長達六年沒有拍戲 正當大家都羨慕這對金銅玉女時 八年會映 卻因為一張張照片 被炸得支離破碎 一會兒開車接送 一會兒又幫忙提行李 而就在這個時間點 妻子余小凡正在大陸拍戲 汪嘉明人在台灣 和正名華航空姐走得很近 週刊還拍到 汪嘉明和另外一名女子 溫馨接送情 還被影射兩人進了汽車旅館 我那天是在 我有幾個朋友了 在裡頭有一個私人的聚會 直接到我們去的時候是 兩個朋友一起跟我進去的 覺得不可能 因為去我認識的 汪嘉明跟小凡 他們倆是很恩愛 對他來講的話 他經營上受到很大的衝擊 我覺得我是真的對不起他 他是跟我講說 他大概五月份拍完戲回來 他就會要搬離開我們的家了 搬離開這裡 他自己要出去住了 藝人 汪嘉明和緋聞女主角 空姐蘇家曼 親密照曝光 女方雙手環抱 汪嘉明還右腿夾緊對方 汪嘉明拿手機自拍 鐵密回憶 這些好朋友跟我講說 其實他這段期間他來打牌就是 所有人都不會提這件事情 然後就陪著他打牌打完 吃吃喝就這樣 就覺得 就他很需要有人陪他 那個事情發生之後的大概隔年 他就開始再回去大陸 然後大量的接息 據說他曾經最高紀錄是一年 接十部戲 就等於就是從年頭拍到年後 就是借工作再麻醉自己 余曉凡那時候據說 一度陳寗吵的時候要離婚 可是當然吵未吵 也就老夫老妻了 小孩都這麼大了要怎樣呢 所以就沒有離婚 沒想到五年後 人在大陸的余曉凡 接到自稱大陸公安的電話 說他名下帳戶涉及詐欺 還提供中華人民共和國 最高人民檢察院的網站 讓他查詢 表明要監管名下帳戶 小凡就是有一度 他們夫妻是有點像分居一樣 那我相信這個都會造成說 他很多事情就 當然不肯跟他先生講 因為兩個人就有心結嘛 有界定 好傻好天真的 在三天以內分六次 把這個三四千萬的錢 拍戲辛辛苦賺的錢 從不匯出去 當於小凡精醒察覺有意時 已經來不及了 最後由丈夫翁家明陪同報案 四個月後 警方逮到17名詐騙集團成員 現在日子過得很好 覺得詐騙很好賺 拍戲好幾年 累積下來 新台幣將近四千三百萬的積蓄 轉眼被騙一空 一毛錢都沒追回來 家明後來幫小凡出來 去報警 陪伴著他 而且也通通沒有怪他 我覺得 小凡應該會感受到說 雖然他曾經 對不起我做錯這些事情 可是至少在我最脆弱的時候 家明還是在那裡 朋友一聲責備 然後就是默默的安慰他 其實我覺得 這個事情對他們婚姻來講 也許是一個 還是一個正向的力量 余小凡短短五年內 接連經歷情才打擊 或許他也能像 電視劇晚君的結局一樣 始終在旁的身邊人 靜靜守候著 只為成為他最溫暖的避風港